翻牌 emi 怕 柴顔 啊 死 死 死 不必 死 死 死 36 死 我 要吧 回来 修炼毕虎 三年不能说话 不论墨 让我来 回来 没法 来师师已经到了无敌信 古尔神医理之身 公鸣夫公夫官 古尔古神高界 攻克师尊出山 攻破无敌 攻击师尊出关 古尔堪请再第一次 北镇自堂祝阁 攻击师尊出关 阿爸刀给我带下去 你们几个战皇境界的废 每人各打五十大 师尊啊 这时你的修炼师就太快了 不能怪我们几个呀 古尔还没帮你赚钱呢 人家华尔街半条街都是不利啊 师尊 只有像您这样的绝世天才 才看不上战皇境了 我们几个放在外面 哪个不是等于十万大军的霸主 动不动就打我们屁股 武学修为远无体 下去吧 郑总下面有位战王级小背靠近 有没有杀气 哑巴 后发去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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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北璇 林家落魄了三年 又在精神病院躲了三年 今天你终于出院了 我们姐妹三人 特意组成来特婚 我龙雅男 青海第一女战神 我宋小雨 林海第一女神医 我柳依霏 青海第一女首富 向你林北璇对婚 我大姐柳依霏 新荣新贵 立为小古神 不容千语 除了古神高纪 谁能入得了他法律 我二姐龙雅男 刚刚提示出一项皇后 龙魂魏 有史以来最年纪的主帅 我看五千大作人 没有刀神张忠元 还可以唱 而我宋小雨 是中医名门 是我宋家数十大人中 最最天赋的遗师 三岁七门 七岁数都医书 十二岁行医问证 十五岁明朗金海 我唯一的愿望 是去拜李斯珠为师 林北璇 我姐这三岁 任何一人 你都配不上 我知道 我们三姐妹 这样的人中龙凤 同时向你提起退婚 你内心受到的打击 犹如天崩地裂 你现在的内心 应该是翻江倒海吧 二妹三妹 别带自己林北璇了 她可是住了三年精神病院的人 万一又病发了 带上我们怎么办 林北璇 你想开一点 网购还有七天无理由退婚呢 当年老一辈定的婚约 当然也可以退 说完了没有 没说完 林北璇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但凡你能像古神高进 刀神张忠元 神医李四珍那样 有一半的能耐 我们姐妹三人 也不可能生起退婚的年 如今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个婚 我们退定了 大姐 她要是能像古神高进 刀神张忠元 神医李四珍那样 成为战皇进的一方霸主 让我们姐妹三人 除了是嫁给你 我也愿意 可惜你林北璇 现在却是一个经脉禁销的废物 而我呢 一一入道 过不了多久 就会和我二姐一样 成为战皇进的一位高手 是你太弱了 你 作为补偿 我们姐妹三人 可以担意你的邀请 要不你求救我 我可能会帮你治好你的双腹 宋小语 你自以为是神医李四珍之下第一人 自认为医术出神入化 可你天生体寒体弱多病 连自己的丸体 你还好意思说要给我这病 宋小语 你自以为是神医李四珍之下第一人 自认为医术出神入化 可你天生体寒体弱 连自己的丸体都没 你还好意思说要给我这病 你也累 你怎么知道我的气寒痠 连我大姐二姐都不知道 还有你 你俩自以为是的 战神 在一年前 抓了很多人 如果没有神秘人相续 我怕你早就魏国圈蛆了 二十多岁 你这 你看 你这山山自己 那次行动 有神秘人相助一世 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 你怎么会知道的 二十多岁 就晋升战将 你 你一个废物 还有脸说我 是云 云美台 投资了五十多亿的私募提起 血 龟 都快三十岁了 还没结婚的吧 胜 你还好意思 赠我面前同步 你 我不说八道 我投资这家私募 月利润有百分之四十 第一个月的利润 你收到了 你怎么可能崩塌 小婷师 他自以为是小五十 我真是高净 感到害怕 丁美玄 你也只会成口实之外 你能跑废罢了 丁美玄 没想到 你都住进精神病院了 还对我们姐妹三人不死心 竟然凑凑收集我们的信息 劝你 死了这条心吧 龙亚男 你脑残到什么地方 正为我会去查你们的消息 真不知道 是谁给你攻击战士 真是凶大无脑 凶大无脑 我二姐最坦率 没人说她就是凶大无脑 那你一样 但没脑子 别凶 你们三个人 当年和清城 称为金海四大笑话 但只有清城 才是金海第一媒 而她 才是我林美玄的未婚妻 哈哈哈 林本学 你的精神病院怪傻了吧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吧 夏清城她 毁容了 林家被灭伦的那一晚 夏清城 竟然偷偷地跑进国海去救你 结果她自己就毁容了 从此京海 便没有四大笑话 只有我们三大美女了 哈哈哈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夏清城 你的夏大美女毁容了 她马上就要嫁给王家 那个傻儿子冲死了 警察 阿姨 阿姨 请帮我办个孤儿照 我刚刚开了爸爸妈妈 和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 我现在就要去孤儿院了 需要办个孤儿照 谢谢 嗯 是的 先生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 都长大了 我就保护你 那等你长大了 我就嫁给你 太可怜了 这孩子 不是吗 有懂事 夏清城 你这个费钱货 能嫁给王公司冲洗 也算是废无利用 姐姐 你看王公司你表人 你可是真有意思 你不能因为你是我后吗 你帮我我火灯你这样 我改叉 快变个傻子 夏清城你别点点不要忍 也不知道要自己看到 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一个丑八怪 要不是算命的 对你八字最不可怜 这种淘散 他都会给你的心伤 姐姐 王家可是金海石大家族之一 他家产七十个亿呢 你不会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金海丁的母女 还是那个金海丁的母女 用真相追求的女神吧 如今的你 当嫁给这个傻子 他已经是高拍了 你自己呀 你就是 my heart 不就 不要吵 上财 computer 他热َ 你也得800 这个哦 OME 现在 longest 那個傻子 誰還敢信你這個懲罰怪 我取 我取 你算個什麼東西 那個廢物還有臉鬼了 人家被滅門那晚 表現逃過一死 因此飛了一雙鬼 但是最連累的夏青城毀了容 夏青城的臉 可是我們夏家敲開上流社會的消門圈 夏家的先生全被你毀了 飛雪 你回來了 是我 我答應過你 一定會保護好你 有我在 沒人敢欺負你 那 那腿怎麼了 當年齡減免了 我小心 但是今晚進度 現在我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保護好你 沒什麼 沒用的 王家敞是大家族之一 因為全無事 怎麼可以和他們靠河 夏青 因為一個瘸子 一個醜八怪 真是十分般配的 只不過了 這王家一出手就是一千萬 你這個破產的零售 給得起嗎 我的心愛之 這就只只值一千萬嗎 我給你們一個億 至於下場 我會給一個緊袖前者 李北璇 听说您叫你们内务 你受到很大的刺激 这一住 就是三年 不过现在看来 这脑子 太好吃 就是没事 怎么 就是逃出来了 李北璇 以前临家底上的时候 你说你拿一个一张零花 这三年 你丑家一直盯着 一部精神医院都没看出来 你跟我说说 你哪来的阴影 还有 你一个瘸子 拿什么给我下家锦绣前程 你一家和下家 本来就有病院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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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也回来了 就得家里 我们下家绝对不会入住 背景气的 这种医院 必须 就是清澈的连 并不让放 杨栗 你带着你给嫁个赵 履行归认 是吗 爸 我来说 我客气员家当笑啊 杨树是刚回来的 你才归博士 他年纪近期都当笑了 丁海医院的副院长 你让我放弃 杨树这样的军规训 嫁给这个曲员呢 对啊 老头给你喝了吧 你不信 杰小姐 你怎么把她让我后里回来 当年 我还只是林老家 没有 哪里有今年的线 爸 大人群都变亡了 还小姐当龙台呢 倒下你个废物 我死得不得 你 杨也在家 你杨也在家 吃饿清藏 我谁都不去 爸 你看他怎么办 贴呀 你的群 你的丑八坏 好嘴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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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х 莫玄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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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们学校是天才少女 我为什么要做 宋神医 你可是我的偶像了 你们现在家为了治好他的脸 可真是费了不少精神 宋神医确实给我看过一次的 还有很多名医给给我看过 但是我的脸伤得太严重 根本治不好的 连我都治不好 你一个在精神病人带了三名的人 竟然还敢泡眼治好他的脸 狂妄不治至极 你就说别认识 到底是谁跟我扯 当今世上 唯有我师尊神医李四珍才有此可 只不过他老人家红龙见首不见尾 要想见到他老人家 这些反复从没有听说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神医李四珍 有你这么多 虽然他老人家现在还没有说我为止 但放眼神这心态 就资格做他土地的 有宋小雨艺人 北璇 谢谢你安慰我 但是他们说的没有错 我的脸是不可能治好 清诚 你放心 就算没有神医李四珍 我也能治好你 没用的北璇 这三年来我不知道吃了多少药 我都把自己变成一个药罐子了 我已经放弃了 你也不要再折腾 真的没用了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答应你 一定会娶你 我让你疼 是卢二爷给我儿子 你说起 怎么 让我王家不在 我把他下了彩礼 你一个邻家的余念 在这儿跟我王家争论 王家是吧 取笑和夏家的婚约 我给你们王家 一个天大机遇 你知不知道 你的傻儿子 并不是 而是被人吓得 我王家 在京海许大家族之一 一个邻家的余念 丧家之前 在这儿给我 跟天大提 撒谎要造 在这儿跟我透出狂言 什么事呢 竟然为了一个惩罚怪 抢起来 陆瑞姐 也就是你 把夏星辰当个宝吧 如果你要给我儿子算吧 只要他 起了夏星辰 就会一辈负贵 无病无灾 等他给我儿子 冲完洗之后 我就把那三位下人 随便他们行之日 你们明知道 青春一旦嫁到王家 会是什么下场 还要 不行 他可是你们的女孩啊 夏星辰会变成 这股费药 他能给夏家 带来一点好处 我有什么理由去 再说变成这样 都是他咎由自趣 他要是没鬼容 夏家把他当个宝 夏家上下供着他 现在 他就是夏家的废物 比更无关系 要比变草 没错 王家都已经傻了这么多年 这人还无人不知 以王家的财力 肯定是挺不少 他们都说他是痴呆子 什么都不懂 不要再这样胡说八道 谢谢 小语 你这金城第一女神医的称号 是充画被送的 王凯拉就在这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可以去诊一诊 一诊便知 我今天就要让你心腹恐怖 看你还死了个嘴 痛苦患散 变神呆滞 那你就是痴呆症 学艺不经 一知半情 像你这样的庸医 只会言无病情 草煎人命 你该找我宝贝儿子 你们都完了 你们都得给我儿子陪他 李北璇是不是疯了 连王上都敢打 他不是我们家的杨玄树啊 太难度他呀 他有接受命的 打人都不懂 李北璇 我请告你 你赶紧跟王上道歉 孟哥 你就死定了 谢谢 我们下家跟李北璇 都没有关系啊 给我继续打 李北璇 不是这样保护我的妈 人物的王家 我们全家都要跟着你陪伴 快住手啊 清场 等一会儿 他们会跪下来求我 感恩我的大恨大不恶 忘了忘了 他已经是别人打电话 想把他放出来了呀 李北璇 你自己想死 别别让我下家 这是什么虫子 哇 我这是在哪啊 你是被人吓了我 恶人口十大恶人中 只有一刻 善成用 林少 我记得我被一个长得很扯的老头 给了一颗药丸 他跟我说吃了就可以撞羊 我吃完之后好像就变傻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 真的好了 好了 哎呀 变得太久了 不知道 这你本身已经不是林少了 他们理想 拜了 爸 如果不是林少 我到现在还是个傻子 多谢林少 救命之恩 要不是你儿子还懂点事情 你们王家的 王富贵 你当真不知道自己的死性吗 得罪恶人口的人 不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你现在还真的不值死活呀 恶人口 我还不值得 你别说 你别说 我求求你 你求求我 这这恶人口不是我们玩家能 你让他体骇呀 我上下十八头人呢 你求求你救救我们 你求求我吧 王家主 你这所处非人吧 多了人不这样的势力 看见北玄跟瘸子 怎么可能搞坏的事 王总 王二姐龙亚男 才是你应该八九的对象 这是因为在草当 人股势力中立了大功 才进行为上诈 林北玄这种废 事大有什么用啊 宋北玄 你坏楼的人我的好事 多人不得人找上门来 你别死压子可验 宋小语是谁 自终是精彩的业语言英语 可可更声说 王总是痴呆 现在打理了吗 现在 你应该认清 你应该在那插去 林北玄 我宋家世大名医 从来没有听说过打发的 我就是为了报告 小信而已 自然还是感觉是谁 应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你们两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等遇到恶人谷 别怪我越好 知道了 看恶人谷这种色类条件 在我二十二年 我不是家里面的 我从北玄来说 恐怕是家伙的家伙 我可不跟你一般解释 恶人谷 我是没有杀骨 我林北玄 还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凭你 还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凭你 老爹 回头你见过我 这里是天的 这里在什么地方吧 传黑子 恶人捕出手里 你好大的胆子 我都到华国境内 是你这些狗大队的基地吗 既然来了 就留下你的狗命 我有钱 我有好办好问题送给你 我以后再也不敢 犯我华国者 杀无赦 贼来 这是蛊虫 三年没出现了 为当年的人家 从鼎盛走到磨络 都是因为人家家主 深重此骨 不是你只把杂死 还敢忘了死 当我法御 召集天下寻衣物精 我要集合所有的奇珍意 召告天下 他将为无期 彼此 立即发布药王令 是 再发 再发 师父 连发三次药王令 会经历天下各种神医 是不是 有大大 再发 你能吃到法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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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失去 我都会以补偿回来 师父 一切走着就去 起来吧 师父 您能亲自来 药王大会上站台 不知道病院里 那些老家伙 多羡慕 可能一个一个 都急空眼了吧 哈哈 三年了 世人都忘记 我林家是如何 几凭一己之力 镇压死风 今天是药王大会 我要治好 清城的领 我还要当众宣布 夏清城 就是我林家 新一届的女主人 来弥补 她这三年所受的委屈 而那些欺辱过她的人 都将付出代价 这里是京海早间新闻 下面播报一条 本地重要新闻 由药王集团牵头 当代神医李四珍 亲自颁布的药王令 到齐天下名医 汇集京海的药王大会 将于今日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名医 富豪 镇药餐会 为了保障大会安全 经济二星战神龙药男少将 亲自担任此次大会 安保工作 伟贤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 我的脸上 你知道 就没有任何可能证明 今天是药王大会 所有的名医都在 说不定 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丫子 你可知道整个药王大会 都是为你而办 你没听新闻你说吗 参加这期大会的 都是大人物 有无数达官贤贵 拿着资格性 才对这种行业的医治 就我们下家这种被子 连送到神医 给你的资格都给你 神医李自珍 他根本没有资格给你 小生 这种玩笑在我面前 说说你就罢了 就是被他们听到 我们需要被打出去的 大少 今天大会的规格好高啊 来的都是 你觉得富豪和真要哎 那是 神医李自珍 在上药王那么的号召力 无人能及 你别看这些富豪啊 你是个 好几十足的 到头来 还不是要去巴育 还有 但是 神医在他说 你再有小事 你就是一只想要加入药王 你也就是说 老公你太厉害了 你也想过 你跟没什么关系这么好 怎么 这个丑八怪盒的学子也来这儿了 真是晦气 有些人啊 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好高勿远 这种地方 也是你们能来的呀 狗都能来 我们就不能来吗 你敢出言不许 我们叫袁绍 可是要往这场合适的伙伴 是当成贵逼邀请他 待会儿 李神医还要赶紧去我们袁绍 这种高大伤的地方 某些人就不要过来污染环境了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但是出来吓人 就是你 袁绿舟 当年你追求我不成 转而去追求我妹妹 这种行为 倒真是高大伤 夏天全 你再敢胡说八道 一会儿找人 把你赶出去 你们一个丑八怪 一个瘸子 终是瞪不了大眼 有本事你就把我们两个赶出去 我倒是希望你可以试一试 我们家袁绍的关系 可不是你能想象 袁绍作为妖王集团的合作伙伴 李神医也还不 而我 未来也将会成为妖王集团的元宫 在妖王集团地盘上 我让你滚 你就得滚 女战神龙将军到 女战神龙将军到 女首富 刘总财到 女神医 宋小姐到 哇 是金海第一女战神龙将军 他身边的 好像是号称 小李四珍的女神医 宋小宇 听说她今天 就要正式败师要王国了 连小股神女首富刘总财都到了 不须此行 不须此行啊 我像怎么样的 刘亦芬 还有特别老一人 他们过来了 元宵 他们该不是过来跟你打招呼的吧 我是没有这个 比起我原讲 马上就拿下 要王集团定单 他进来的地位 金飞西 原来遥不可及的三大美女 多少也要比我原家赛 哇 我果然没有选错人 你不知道比某些废物 强的不知道多少倍 哎 田田 你怎么能跟一个行经病比 这个我可比不了 毕竟我是原家天才 聪明绝体 对对对 我老公最厉害了 听得行 怎么哪都有你 林北轩 怎么哪都有你 哪人都一直往哪钻 你还真是不要脸 今天可是神医李四珍 时隔三年情期交付的日子 在场到的可都是民意 你一个废少 还敢来这里 还不给我赶紧滚 别把你林家最后一期延远都给丢尽了 我去哪 还需要你批准吗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这眼高手低的毛病 得敢 哦对 我差点忘了 你就是一个庸医都不会给自己开放 你还真是无知又狂妄啊 你知道李四珍在我们这些民意眼中什么样的存在吗 你不知道一个精神病 哪里会懂得我们中医人眼中的灵魂意味着什么 我怎么会无需你这种人出现在社会当中 简直就是对社会的玷污 林北轩 这里真不是你能来凑热闹的 本次大会的规格可不是你能想象 就连我这个新进战神都被尚峰安排负责安保工作 你可想而知本次大会尚峰有多重视 赶紧走吧 不要妨碍我的工作 也给自己找部自在 你们两个难道没有发现林北轩心里打了什么主意吗 他就是想混进家王大会 然后找个机会跪下来 求神医大人给夏清晨探计 为什么这里好像确实不是我们能来的地方 也罢 而且你还是不要赶走他 今天我宋小雨 要正式地上拜师帖 拜李神医为师 这么荣耀的时刻 你当然也要林北轩来见见见的 那是他跟李时代 他和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李神医到 李神医到 各位欢迎大家远道而来 参加我中医教的盛会 药王大会 此次药王大会 咱们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什么惊喜啊 那就是我们特别邀请来了 南部神医和北部神医 下面请入我们的掌声 欢迎我的两个实力上场 三位神医同聚惊骇 这是何等的声况 别是这三大神医中的任何一位 没想到站在这座药王大会上 能够同时接到 这是太可思议了 三神举手如此盛会 这地将载入中医史册 成为一段佳话 千古美谈 各位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此次药王大会 是我师兄弟三人 向家师之名召开 家师在这次药王大会上 重大的消息 要同时大家 我们师兄弟三人 都是我恩师一手调教出来的 今日盛会 最大的彩蛋就是 徐尊他老人家 亲自来到这里 三大神医 他们已经是中医界的生光宝 他们的师尊 到底是什么样的徒养 真的 能够同时各神医领自争 麻木神医 背部神医的师哥 与医术 也不是到了 社会莫测的地步 下面 请用最色热的掌声 有请我们 一句 下台讲话 下面 请用最色热的掌声 请用最色热的掌声 上台讲话 什么大神医 中医都是顾名教育 只有我们西医 才是医岛正通 各位 大家不要被骗了 中医 只是江湖骗术 根本救不了你们的兵 还会耽误大家的枪球时间 害死大家的 只有我们西医 才是科学 中医 当面 你什么人 难道我们中医大会上来捣乱 各位 史密西先生 自来自西国道 请进专家 在开球排名内 他的话 是医学学的权威 不愧是西医第一人啊 国际权威 有着上帝之手的史密斯教授 就连金海最大的医院 讲院长 都只能当史密斯手下的 一个跑腿一段 史密斯教授 我的西国 听不灵的讲座 我是你的粉丝 你好 你也是参加这个 诈骗大会吗 你是学的是中医 还是西医 西医 西医 我学的是西医 史密斯教授 西医 西医才是医学的正当 中医啊 都是骗人的东西 华国人就是 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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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用西医 杀一下他们的威风 让他们知道 西医才是世界的正当 我和我的团队 来花过十周年 在这个十周年 我原以为是 洋洋的花过 总会有那么几个 真财实血 可惜啊 没想到 走遍了一百个城市 终于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全部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现在 我要向你们所谓的这个 标榜大会 发起挑战 如果你们要是不敢接受的话 你们都是 东 压 并 福 你们全部都是垃圾 不是针对谁 而是在座的 所有人 都是垃圾 现在 我向你们发起了挑战 如果谁有本事 可以上台 比试比试啊 史密斯 你还以为我们是一百年前 孱弱的华国吗 还会受人欺辱吗 就凭你在我的国家 说出东压并夫四个字 我就有权 可以把你抓起来 我现在的华国 有四大战手 可以镇压四方 执掌百万雄兵 你敢挑战我的华国 我来这个华国十年 听到的最多的成语叫 既孤如人 龙将军 你现在是不是叫我 另一个成语叫 张 十 其 人呀 你 史密斯教授的意思是 你们中医既不如人 只能张十七 如果你们不敢接受 我的挑战的话 你们就不要鼓吹 中医多么的厉害 老老实实地承认 中医不如西医 在我们的西医面前 你们自称为 够了 史密斯先生 你要想比试的话 另外一个时间 我们随时奉陪 今天我们还有更重要事要宣布 别捣乱 任何人都不能搞破坏 否则 生怪我们 天外不清 如果是我们恶人 不想要搞破坏呢 今天参加会议的所有人 都得死 不好 任何人过来六十万一 停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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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人狗出征 穿潮不下 大胆 恶人狗云孽 竟敢在我江海造刺 找死 天兰 龙回味何在 龙回味天亮 恶人狗云孽 罪大恶劫 无需审问 杀无赦 杀 龙将军 你不会是 心境战将军的强者 伤了我们三当家 就连六当家的一条腿 都给你背了 你跟我们恶人鼓得丑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没必 要不是中毒 我一人把你们全部杀光 老大 龙将军可是几个十大美女之一 你要不要尝尝先 这种真级猎女 带刺的铿枪玫瑰 我还真没尝过 兄弟们 这里的娘们 想伤哪个就伤哪个 速战数捷 龙魂卫的人 并不用一个小时就能看到 到时候看到他们的女战神 被兄弟们活活玩死 那画面 想想都来劲啊 龙魂卫 一定会追上你们到天涯海角 今天除非是中原战刀 张中原亲自来 否则你们都死定了 坐手 老大 这儿还有一个小子 吸了我们十三香软精伞 竟然没事 我还以为是高手 原来是个坐轮椅的废物 不用管他 杀了就是 恶人骨三当家 李大嫂 你是找死了 哟 你这个无名小辈 还知道我的名号 小小的药王大会 竟引出你们这些蠢货 还掉出了李大嫂 你这条大人 小子 敢在我李大嘴面前嚣张 你怕还不知道 我李大嘴的爱好吗 我看你两条腿已经废了 今天也不杀你 留你一条狗命 放心 我只会把你的两只手也废了 让你变成一条虫子 我的连狗都不如 小子 李大嫌够取 恶神苦于孽 我北日子必阻止 上 好快 亲爱全部都死了 是哪位大人投手 传我法御 有杀恶人鱼孽 是 是 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恩公可否留下性命 我龙家 一定永全相报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恩公 这是我龙家族徽 还请恩公留下所个纪念 龙家的独灰 可是作为定情信物 就遇到自己之爱才会送出 龙家呢 你要是知道你的救命恩人 就是三天前 你哭着要退婚的难 你会不会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们龙家的独灰 我林北思 是 这事都想看起来就不烦了 今天来参加要赢八戒的都是大大 叔叔你谁掉给你被收起来 看起来又来自首 有名医生 有名医生啊 救救我女儿啊 苗苗苗苗苗你不会有事了 苗苗苗苗啊 我女儿今天要是有三杂两短 你们所有人都在给我陪杀 我女儿我只有这 你们所有人都在给我陪杀 我 你叫 你叫救救我女儿 帮忙 交给我们吧 那念千金 平放电台就可以了 关键生物 那么中医多辣去了 现在你就知道 我们中医跟西医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就是 还好意思自称是神医呢 他的心脏已经停了 没看到我们正在求救吗 不懂的人 听话给我闭嘴 万者心跳停止 注射了肾肠腺腺术 都没准备 都没准备 哎 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 再想想办法 我女儿才六岁啊 这个卡里的钱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亲姐 对不起 张公主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我的女儿啊 我刚才的话 只说了一句 你女儿只是心脏停止 但是并不是老死了 如果我自己的 还有劲 李美璇 你胡说不到什么呢 张公主 我要举报 这个李美璇 刚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 陈天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你可千万别上当 李美璇 你知道惹陆张公主 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原来你是个精神病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 你给我滚 等一下 她还有救 林美璇 人家医生都云术没救了 你哪儿在底气说这样的话 真是 现在的人啊 为了攀龙自共 什么话都敢说 她真的还有救 你要研究我女儿 张家的三场分离一半 林美璇 你自己要找死没关系啊 但是徐先生说明 要是出任何事 跟我们杀将没有任何关系啊 如果我能救活她 那张家的一半财产 你们夏天也不要 就凭你 医生都说没救了 你现在出来就是找死 真是穷疯啊 还要惦记张家一半财产呢 在张公主的政策之下 看你怎么死 张公主 你冷静一下 你女儿不可能站住 你没谁 你给我住手 张公主 你那么也太糊涂了吧 怎么能让一个完全不懂音速的人 来医治你的女儿 这个人我认识 他就是林珊费少林美璇 他在精神上面跑了三连 脑子走不开就行 原来你实际是冰静烧 我杀了你 我宋小宇不是今 还是第一女神医 所以我才就救过你 宋神医 患者的呼吸和心跳都起了 就算你们宋家的医术再高 那也不是神仙呢 闭嘴 这天大的事 也没我女儿的事也大 林北轩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宋家绝学 我七岁学医 十五岁小城 二十岁就已经迷茫天下 这一切 你都只能养光 你尽管出手 待会搞不定 别让我给你收拾乱摊子 林北轩 你还真是大悠不惨 你明什么都不懂 还要在这打拾脸出烫子 瞧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 张门主 贵仙金还有些是威后气息 需要用我宋家的宝贝三根 才能稳定心呢 宋小姐 你不要折腾了 患者已经死亡了呀 你以为我宋家的宝贝三根 是闹得虚明吗 心跳恢复了 这 这不可能 我们刚才已经通过政策一窗窗 一点效果也没有 你姿色简单的扎几嘴 心跳就不恢复了 中医的国大精通 这是你直接学心意的能够理解的 林北雪 幸亏我及时赶到 扶着你出手 否则 你可就得罪此招门主了 救了你一命 可知道 宋小宇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待会要是出了问题 你可以求我 说不定有大法慈悲 可以考虑出手救你 林北雪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张淼淼已经被我救活 是我和宋家的保命三针 才救活她的 我从十五岁开始 保命三针 你再也没有失效果 你们宋家的保命三针 的确有 不过你们宋家的保命三针 只是藏刺品 还魂九针 你只是会的三针 屡次让你成功 只是解析 林北雪 你知不知道自己很可悲 还魂九针 哪个是传说中的无上针法 早就失传了 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混 明明什么都不懂 还要在这里 定分我的宋家绝学 真是可怜之人 并有可恨之处 我本来念在你家道中路的份上 对退婚一时还有所愧疚 现在看到你这不嘴脸 退婚之子 这是我最明智的选择 这是你最愚蠢的决定 像你这么自以为是的人 嫁到我们林姐 给我当小妾我都没有 林北雪 怎么会这样 刚才还有气息的 宋小姐求你救救我女儿啊 张门主 我曾经历史 我宋小玉我一会儿教了 李神医呢 又是李神医出手啊 李神医事不重去追听 恶人骨鱼孽了 啊 宋小姐 张门主 就算李神医在此 也没有办法了 我的女儿啊 啊 宋小玉你学艺不精还自称神医 今天我就教你神医两次 怎么写 你与学入罪 难怪把我们三人一起笑 李北雪 我知道你同时被我姐妹三人退婚 伤了你的自尊 但你也不能把气 撒在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女孩身上 宋小玉说她救不活 那就说明她秘书已尽 张门主 还请别爱 愚蠢女神 你最好让开 别耽误救人 小姑娘都已经归天了 你还要拿针给她乱扎 你简直丧心病狂 宋神医生没办法 你再下针了什么 哎 把这个家伙给我吞死 张门主 你的女儿救还是不救 就在你一面之间 神医生把我治好我的女儿 小姑娘都已经归系了 你何必再折磨她呢 张门主 请你理智一点 毕竟 用我宋家绝学都没办法救过她 宋小玉 你要是刚才听我的话 现在就应该求我了 替你擦屁吧 李北雪 我宋小玉可是公人当代小神医 你要是真的能用还婚酒针救活她 就给你当小气 学乎针锋吃醋 可惜这种事情 绝对不可能发生 睁大眼睛看好了 等你做我的小妾 我可要好好打你的屁股 小玉 你几声把握治好了女儿 本来有实诚把握 但是再这么拖下去 我还一半都不倒了 林少 请救我女儿 宋小玉 你看好了 这叫还婚酒针 你们宋家的保命三针 只是脱胎于此而已 还婚酒针早就失传了 就连李神医也只会四针 因此 他老人家才得了李四针 你要是会还婚酒针 别说给你当小气 给你当丫鬟都行 所以你这么玩 宋小姐 你何必跟一个病神病医官变 可惜这个小女孩 人死了还要被人炸 如果跳大纸 大姐的人就能救人 那还要我们西医做什么 我过来了 我过来了 玉莎 从现在起 我张家的资产 有你一半 我张一户的命 从今天看来 就是你的了 我张家一百零八二人 不躺倒火 我死不死 你先别谢了太子 他的命只保住了一半 他现在 心脏只是恢复心跳 但还没有脱离威胁 能不能熬过了 还要看他的造化 二十四小时之内 他身上的银针 切不可乱动 求你救我女儿 求你救我女儿 好了 你先起来吧 救人救到底 如果你女儿再有威胁 我不会 谢谢林医生 谢谢林医生 林医生 真是大爷不惨 医生没有跑出来 什么资格在这里 说这些话 张文主 嫌他干什么 他说他又还婚酒针 救过你 这就是骗你的话 你的家产罢了 张文主 你有所不知 这还婚酒针 早已是 他在这里 我是糊弄糊弄你吗 此话当间 当然 我可以用当代小神医的名誉发誓 还婚酒针早就失传了 他说他会 也只不过是在糊弄你们罢了 可是 我女儿确实豁过来了呀 那不过是巧合而已 是我之前保密三针治疗过 只不过药效延缓 才被他捡了个便宜 是我刚刚失查 忽略了您女儿的体质 所以他的药效不像普通人的 被他捡了个便宜 张文主 可不如分门大爷 没错 一定是这样 否则他为什么说 只是恢复心跳 还没有脱离失明特征 他的明显就是没把握 心虚 又不想承担责任 所以最多给干净 这样的人毫无医德 为天下所有的医生 所唾弃 你女儿的命 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你可要想好了 看 心虚了 怂了 我们金海医院 是金海地区最大的医院 人有的设备 最先进 也拥有最多的人才 速速送我们进来医院 再晚就恐怕来不及了 张文主 是我用保密三生救活您的女儿 林一眼应该送到我那儿去 如果后面还发生什么事 我还可以继续治疗 你这么着急救人 是为了张家一半的财产吗 我就怕 没命拿 林北雪 你怎么连人都像你这么龌龊 医者父母心 任何人跟你一样贪心 哦对了 我忘了 你可不是医生 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做医者父母心 还不客观 没错 快滚 张一虎的女儿 明明就是凤雅大小姐小姐 六点 说是自己的功劳 还有 这个张文主 还把她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 六分一半的加上给她 这是气负 这要是让林北雪 和那个丑派把她搅在身 这下家还有 咱们女俩的地位吗 你刚才说 张一虎女还没醒 对啊 张一虎正在保存名义呢 袁绍不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吗 还是 这海市第一院的护院长 你以前都能捡到便宜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丑洁 对啊 那这样张家一半的家产 就是我和袁绍的了 对 就这么办 让袁绍去就张艺不动了 到时候 张家就欠了我们下家一个天大的人情 背靠着张家这棵大树 还担心 银行不贷款给咱们吗 我这就去找袁绍了 金城 本来以为今天可以治好你的脸 可没想到 恶人虎的人突然间出现 袁绍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你的好意无心灵了 但我的脸我自己知道 是不可能治好 听说 你和张家的张艺虎有些纠葛 张家 是五星战刀张中元的家族 全是滔天 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你今天中的迷药 虽然帮你解了毒 但是你还是要好好休息几天 四孙 一只祖母的药材 总共有108种 此次药王大会 主持叶格的贡献 并抽集的药材是105种 排刹三位药材 八宝雪莲 地蛟龙 千年和田暖浴王 这八宝雪莲地蛟龙 和千年的和田暖浴王 都是可一步的情况 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一定要拿到手 是 张农主 你的肖王是从国外移住 回来的医学国是 金海医院的副罗 田肖王大师的好准 来前进院做很终的家族 海贵亦的国是 我们的精心的 化学院 你已经都是无奈无奈 这次人好 你 这位一个海贷者做 这个是最低度 无法打出的世界低度 不仅如此 人家还不能多一个日 为一块 以欺骗国际 也许多么的持续 啊 张嘴 人生了一束高超 至少有五成的把握 张农主 从各样数据来看 病人并无大碍 五成把握 那都是韩序的说法 现在起码有九成 九成 袁绍 叫你救我 什么感觉 我都带给你 袁绍 别看我 把病人送到手术室 把他身上这银针拳给我拔了 你骗人呗 甚至可以说 风景明显 看电影 住手 住手 袁绍 袁绍 就是这个人 他还瞧不起心意 袁绍 帮他们看看 咱们西医的面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 你这种船水 还敢用这种啊 这九根针 是为了保护患者的心脉 若是拔掉 这就完了 我就拔了 怎么知道 终于害人了 那么长领针子 你扎在一个小笔台身上 你鱼心何事 一切都完了 本来患者还有24小时的时间 现在银针拔了 他随时有生命危险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这里是有我之主话 找他 当我罪名救人 你负得起这份责任吗 李维权 你这个废物 白天给我闭嘴 袁绍 和国外有学习的经济 其实你骗人 你不变成话 监制 你Est 是 从 Report做什么 快找袁绍 袁绍 吓 袁绍 絕美 主人是那時候 一切指數一切正常 對那經驗急速下降 忍生 必然血也要快沒了 趕快下降 上主山劍 快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我自己的心情非常穩定 怎麼現在變成這麼樣子啊 這根寧你們這次看到了呀 我舉國際性能行序 不是的生能先輸吧 你怎麼這樣 分明是之前有人亂 雜精倒是吧 我們證明 連殺的資料沒有任 我也能證明 我拉信 性年 你為什麼要跟我們亂打針啊 這樣來 我認識他十幾年了 你這麼不懂什麼醫術 什麼 你行醫資格證都沒有 你怎麼給我女兒看病啊 我是沒有行醫資格證 但是 我有這個 精神病 你 你說的吧 讓一個精神病給我女兒看病啊 我告訴你 今天我女兒要是用三層兩短 我們要你去人家裡的 張一虎 聽到我怎麼說你聽啊 你怎麼找真的一個人來啊 他就是個精神病啊 關 閉嘴 閉嘴 閉嘯 現場 就有一個人的隱瞞心事 之前說一下 張一虎就救我女兒 我張一虎 願意再說神經 千萬 千萬 閉嘴 閉嘴 你也能危機只有他造成的 你現在顯然醫師 就會越來越早 若跟你亂打 我女兒 請如是危險經理 沒事 請人 出手相救 張總 本來令情經 所犯會主人壓制 短時間內不會有危險 可如今 已經是無力回天了 我以為你狗嘴你能突出什麼了 還不是沒辦法 沒辦法 老超 他雖然是中醫 但是年紀這麼聽 你是不靠譜的 我們還是去找西醫吧 好嗎 沒錯 要是一開始就傳播叫做西醫之口 明眼的病 也不會惡化之刺 重不熄 就是一群耽誤時間的騙子 誰說中醫是騙子 誰說忠義是騙子 誰說忠義是騙子 哦 又是騙子 史密斯先生 你怎麼來了 好久不見呀 來上上上那位 先生請你救救我的女兒吧 我跟你講我家很有錢的 還有錢 我可以給你移的 我可以給你移的 放心吧 我今天來的目的 就是打敗仲義 讓仲義在偉大的心理面前 抬住企圖來 李生姨 你要跟我比一比 誰把小姨喝醉 你哪有這種話 移書高潮 並不代表她是上級 如果兵器嚴重 移書再高潮 再說一點吧 西醫之不好的 讓你看一點不行 那什麼心想從他開始了 李生姨你是不敢的嗎 我就說過吧 這個中醫就是騙人的把戲 喂 開快點 神醫李自珍已到了張家 他老人家神龍接手不見尾 我得趕緊過去拜師 小姐已經超速了 快點 快點 不然你做女兒 我得趕緊這性 VIN 你別說過 我去承認你們 應該是 再拍一些 擠迦 好 我被了 你吃妳 喝 太多了 你不是吃不吃 一瓶 好 我被阿 祝你 快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是昙花一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见到老婆是什么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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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如紹 張不原 佳州 你怎么给这个小 laissez鸭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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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 可恿得真是咋的 你赶紧跟我贵一下啊 我凭什么贵 是个新的际际 我为什么要贵他 你疯了吗 赶紧回去 这种大人 张义虎愚笨 没有认识这种大人 张义虎愿以死些罪 但是请求这种大人 出手相救 救救我大女儿 我女儿还小 求这种大人 救命啊 这种大人 起来吧 这种大人 大胆张忠元 这种大人已经尽力 你们这个人跪着不起 是想逼宫吗 我知道你们张家 就算了任一个同样 可思尊他 如果思尊出手的话 他将会死了好几十年的功力 起来吧 我答应出手 你们别生家了 他已经死了 你是不是在高潮 也救不过一个死人呢 把生命激素 一到七号全部拿出来 你要干什么 那个是我的宝贝啊 今天我就给你们西医上一课 睁大眼睛好好看 所以呢 按照眉上的一次去做 快去啊 取生命激素 七号 十号升 你这是要干嘛 主持人要跳这生命激素吗 六号生命激素 五号升 取生命激素 二号 四号 五号 取十号升 零号生命激素 给患者 注射 什么 零号生命激素 你的意思是 你教授出了零号生命激素 这怎么可能呢 你跟开萨教授 是什么关系 没想到 他竟然研制出了 生命激素 也不枉费 我当时对他的一些提点 什么 怎么 开萨教授出了的恩人 就是你 还不赶快 把生命激素 给患者注射 三明大 快点去他的 收手 陈北雪 你竟然一次又一次的 为了胖子张家 拿一个小女孩的生命 开玩笑 之前你还大量 不可能说 自己不防空解针 现在你都想说 你自己还精通西医嘛 张门主 将这临时调制出来的配方 注射给患者 后面也太草善 身为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中医和西医 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派系 当地市场 还没有人能够精通 什么都不懂 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中医和西医的 都想在那里 而不实验了 宋小雨 我也很羡慕 一直活在自己狭小的世界 你没见过事情多了 只能说明 你是一只锦底之蛙吧 像你这样狂妄的锦底之蛙 怎么配慧入我卫下 我说的不受 谁是锦底之蛙 难道还有你意图 到底是拜师重要 还是救人重要 宋小雨 这可是零号声明激素 天使上的零号声明激素 我这个是这样 零号声明激素 零号声明激素 几乎集中了西医所有的精华 在西医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成功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东方土地啊 石密西教授 你的意思是 你北城真的懂西医 那 美丽的小姐 她不是懂西医 她是代表了西医最高的水平 零号声明激素 药效是很大的 但是张苗苗 她仍然处于假死状 如果后续不用一些手段的话 一切都是网站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没想到你一层中风吧 你这点鬼机空空外 还行 还行 放得了我今海 第一神一宋小雨 那我就让你看看 你我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银真带来 有用 各位又吗 别道是好差 这就是窗户中的钩发 五更 五更 我要你三更四 从哪有你到五更 这 四孫的這一手法 恐怕已經突破到無敵性之上的境界了 有五根 這不是神話中才有的征法 我七歲就熟了一書 關於此征法的記載更是寥寥數語 更別替我詳細的記載了 戰狂鏡以上的強者所未必能催凍體化 更別說你精賴精彈廢物了 戰狂鏡宋小雨 你要是知道戰狂鏡在我手裡過不過一個回合 還能有你氣對我說話嗎 你 張盟主 用不了多少時間 你女兒就會醒過來 你眼睛眼上癮了是嗎 真是當自己是雞死鬼神的神仙了 告訴你 張苗苗不肯地醒過來 苗苗 苗苗 嚇死爸爸了 簡直號是立體聲 戰狗 太生氣 太生氣了 李尚 收尾圖吧 李尚 不收尾圖也沒事 让我那边离身边 给你打打手 是 林尚 我知道没有这个样的手 但是只要你跟着你做事 我们就心满意足 你不是说 西医才是科学 中医都是垃圾吗 林尚我错了 林尚我错了 堂堂中医怎么可能会教你这种人 你还狗胆想拜我为师 真是痴心妄想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活出去 林尚 求求你了 江湖中医疤 林尚 求求你了 林尚 求求你了 林尚 求求你了 林尚 此就文语而已 大恩不引切 从此以后 张医的命 就你呢 这是价值三个医 张医别院的民书钥匙 请不必收下 好 之前班医过林尚 我们张医疤的资产 还有五千万的准备 我不 是你立即 也请你辞职 启神医生权 收我为徒 启神医生权 收我为徒 要是要收你为徒 来的评报 是真是 你就收了他吧 某人可是答应过我 要给我当小妾 这入的药王谷的门 没有师承 可是出不了门 你费学 从哪都有你 师则收不收 还有找你说 先考虑 既然如此 我便收了一个 不过 如果我为徒 王谷 你必须要 潜心进修 这一不经 是个卡树四门贩 是那个愿意 弟子愿意 弟子愿意 不过 改为师尊 咱们这个药王谷 是能为何处 这地方你去过 等到了药王谷 你我 可能会经常见面 命北神 怎么这么多嘴 你想到我命运刷 前代表我还能理解 毕竟我实际之交易 可你的做法 也太低级了吧 我奉顺你 还是更更奉上我了 我宋小雨 本就是金海 第一女神医 急于就败入 药王师门下 更是高峰不起 宋小雨 等你入了药王谷 行拜师礼 跪在我面前奉茶 叫我一声尸祖 靠我好打你们屁股 一群废物 就算把金海翻过来 也要把手持 我族徽的人找到 我龙亚男 非我恩公公驾 是是 大夫姐 马上派更多的人去查找 张王谷的女儿 你都找着过来 等下咱们说话 可千万就小心一点 是是 咱们一定要提送关系 人物的张家 可不是咱们一个小小的下架 还重生得了 甜蜜啊 因为是你和袁绍 想要盘上张家关系 就把林北权丢下 自己独自逃走 万一张公主 营用之下 做出对林北权 福利的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和袁绍吧 小心啊 你还没再给林北权 那个靴子了 跟我手机往外边 听说她可是个妹妹 你不关心关心你妹妹 我没有被吓到 反而去关心那个学生 再说了 林上和林总是合作 她不是听了我的话 才去为张公主 给女儿治病的 谁不想让张家 谢谢这个人情 谁不想让张家 一半的家庭 可谁知道 会出这样的事 张王谷拿出一半 那家庭的女儿 不爱你 夏先生 你难道说 你有吃过吗 你也是有点 夏先生 才去找张王谷拿出 夏先生 你怎么下家 就会一分钱吗 还在这儿说不一样话 夏先生 你和林北权的瘸子 不许能赚到张家一半的家庭 提提给你当丫头能做 要是赚不到 你就给我闭嘴 现在当务之急 是求得张公主的原谅 什么家庭都家庭 想都不要再想 林北权 你这个瘸子 你是不是有路张公主了 林北权 你这个瘸子 你是不是惹路张公主了 张公主 我们家 跟这个瘸子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真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没有了 林北权 要不是你什么 张公主的女儿 怎么可能出事 你可千万别连累我们夏家 林北权和我有婚约在身 怎么可能跟夏家 没有一点关系 夏青城 我好生的时候 你想不到我们夏家 现在你惹祸地 想让我们夏家给你背锅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想都别想 还有 你马上跟这个瘸子 跟我断绝关系 你们两个要是继续 纠缠下去的话 你这跟夏家断绝关系 千万别连累我 对呀 你们一个瘸子 一个丑花怪 早就应该脱离夏家 可别连累我 你们竟然让我 跟夏家脱离关系 当初我脸没有毁容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让我跟夏家脱离关系 当初王家给夏家 一千万彩礼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让我跟夏家脱离关系 现在林北权有难了 你们让我跟夏家脱离关系 你们也知道 他推荐不方便 你让我怎么活 林北权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夏青城 你以前还是 青海市第一美女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让你离开夏家 可你现在也不是了 夏武士林北权 这个废物搞乱 王家的一千万彩礼 都已经到账了 夏青城 林北权 你们两个无业游民 这是夏家的住宠 夏婷婷 你不也是每个月跟爸爸要钱 你有去上班 比在家都过一分钱吗 夏青城 你能跟婷婷比吗 婷婷她还是个大学生 你都毕业多少年 而且婷婷的男朋友可是元少 我们婷婷以后是住地 要做豪门少奶来的 怎么能出去抛头肉面 住那家小钱 人跟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我才不会去做那种 降低升价的事情 要是幼王集团请我去上班 倒是可以抢 夏婷婷 就凭你 还要去幼王集团 你当真要把我和亲程赶出下家 那我赚的钱 你们是不打算要的 我提醒你 我手里 可有张家一半的材质 光诊费就一个亿 我手里 可有张家一半的材质 光诊费 你不光是个神经病 你还有妄想症 就你 你知道张家是什么样的家族 那可是无形上将 当时张忠元的家族 一半的家伤 知道了多少 对了 你一个神经病 你知道钱是什么呀 林队轩 因为自己还是你的名家大帅 你这个意义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你以为你是牛皮 就不会被人家家 梦想 你以为你就是把牛皮 就我是少天 你以为他就立刻马上 滚出下家 你们下家 当真跟震慎 跟林北璇 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刚刚已经把他们两个 逐出下家了 你们可签签签 对啊对啊 你签签的事情 都是你立决一顿的干的 不过我下家没有任何关系 很好 记住你们说的话 其实林北璇 我还真是一个人 曾经啊 外界张 林北璇 张萌是我的偶像 当神张忠源的讲 你可知道张家在江海 意味着什么 张家是至高如上的 江海第一母学校 只是你招惹的去当 林北璇 我退婚的时候就跟你说过 你可以求我替你做一件事情 如今 你可以求我在张萌这件事情 保你一条小命 不需要 死鸭子最后 张王主 燕在林北璇 与我有过婚约 派请张王主 给我几分红脸 扰他 龙将军的面子 我 多谢张王主 林北璇 还不敢再谢我 如果不是我 你今天这个医院 都走得出了 你现在知道 我们俩之间的叉子 我龙样的 绝对不是你们高攀得起的 不过 我就只能帮你这里做 以后 你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的人应该是你 你会顺的家伙 林北璇 你别再说好歹 要是龙将军出面 你今天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像 本来您的家事 不应该 不过 请你回去转告 像 有些人该管 要就该管 要不是 更大 林北璇 你听到没有 张王主都说 你得好好管教管教 还不快道歉 抱歉 家里有点小事耽误了 你让您久等了 我马上就赶到 是是是 我知道 下家的贷款快要到期了 所以这事 还得请您帮忙了 停停 紫金花银行的陈主任 说让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我们家的贷款恐怕有变 紫金花银行 那不是我名下的产业吗 紫金花银行 是我名下的产业 你们要是想带股 我打个电话 你就可以下去 林北先生 你知道紫金花银行 是什么级别的银行 整个青海都知道 紫金花银行 是股神高线 下的银行 股神高线这四个字 就够你俗乱 你居然还刚刚说他的名号 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你好大的客气 要不是让我原家出面 给夏家做担保 紫金花银行怎么会弄在你 竟然还说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你叫你跑了 看什么 这天上什么东西在飞呀 哎哟 是一张牛皮在飞 就是就是 要不是原上帮忙 紫金花银行怎么可能给我们放款 你说同样都是夏家未来的女婿 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人家袁绍是拼尽全力帮忙 那你得美神呢 只会说大话不说 吹牛的不打仓 说 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意 紫金花银行那么代款 人家确实扩大 或者下辆整个破坏 北权你有这份心就好 不过 这件事我们确实帮不上身份了 你就别再添乱了 我确实能够解决 打个电话而已 理解 北权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曾经是离家大哨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很多事情 但是这笔代款 关系到我们夏家的生死存亡 北权 这不是你耍大哨业脾气的时候 就是 别人说都解决不了 你的瘸子 怎么可能摆掉 不过 伯母 放心的去吧 一会儿那边 让我赶个电话去 没有我电话 你们还想带刀库 高进 封锁原家的一切商业系统 终止原家的所有合作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24小时之内 我要原家破产 是 我马上去办 师尊 一直打听到明天金海 省卖会 压桌的配音 就是一株地交龙 对师母的质量非常有用 干得不错 给金城治疗脸的药材 只差三位 这地交龙 既观众 你去安排一下 明天在拍卖会上 一定要拿到手 陈主任 下家急需三千万贷款 这事请务不必帮忙 陈主任 如果您再不批准 我们下家 就只能去接高利贷了 你下家目前的条件 是不符合放贷 如果 如果您答应我 见 什么条件 谁都知道 夏千尘是金海第一美 只要夏千尘 给我们七草一碗 那我待会的事 就说定了 这么划算的买卖 夏夫人 可要不得真心 陈主任 夏千尘已经毁容了呀 他现在就是一个丑八怪 既然夏千尘毁容了 二小姐和夏夫人 你们龙女花 一起陪七草一个晚上 就是可以了 这 七草她是有家事的人 沈大小姐 起能弄团在外面乱搞 来人家大业大之后 有个三七四千 不是很正常吗 沈主任 难道我们来之前 原家没有跟你打招呼吗 什么狗气原家 如果你们真心想要带款 就乖乖的按照 七草的要求去做 婷婷她还是个学生 这七草她简直 其手不如 陈主任 这笔大款虽然 对我们夏家很重要 但是我们绝对 不会接受这么 卧槽的条件 只要你们都在七草 别说带款三千万 就是千万八千万 就是七草东东 最值得选的代数 只是让你们人家 可以七草一个字 你不说 我不说 连鬼都不说 要赔 要赔就赔吧 感觉我都不说 你们死定了 之前借了一千万 快要闹起了 到时候你们还不上 我看你们还怎么还 你敢打我 你说我会打你了 说 我 那 你 你 你 我不是太好了,我不是太高利的,我不是太高利的,我不是太高利的,夏小姐,刚在紫金花银行把我的人还说要借高利的,太烫是吧,七少,夏家不服了,我只是公司公办,他们还不足一些,七少,你不要替我做主啊,这金真是好啊,没想到除了夏天成这样的游和夏江无敏活,敏强撤后吧, 师兄席,见着这么高利的快乐的嘛。 我带着undyHonda meg,不是,习上,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物,要不要,你 永世不忘 其他说话吧 你哥是我的徒弟 都是一家人 我对他 在里面很好 朕每次的资金 都由他来管理 能不好吗 不过他有个心愿 希望你早日怀孕 替高家留下血脉 没用的 这些年不知道 刚好多好医生 全都是徒劳而已 你之所以不怀孕的原因 是因为你体内 有一股寒气 而这股寒气 不是天生的 是因为你身边 亲近之人 常年下毒所致 你是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袁立周 在这儿 袁家最近资金困难 袁立周和他父亲 想要用他们的房产抵赞 贷给他们的吗 一般说有房产做抵押 都会批准的 我还有件小事 我和夏家有婚约 夏家的贷款 就批给他们吧 夏家申请的贷款业务 起用技术通道办理 这次来参加拍卖会的 非复即贵 因为我们夏家的脸家底 我们来这里干嘛 这次拍卖会 有一株药餐 对于治疗你的脸 有特效 我一定要拍下来 你竟然还没放弃 给我制脸 没用的 我们别花那冤枉钱了 吴二爷 吴二爷来了 吴二爷 你的护士服卖给我们 我出五十万 吴二爷 我最近十佣 他也就认我一张吗 既然咱俩有缘 我就免费送你偏要护 你全家人 吴二爷 那你送个给我 这个吴二爷 就是给你算命的 那个神棍啊 你是谁啊 应该对吴二爷不敬 正义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各位各位 这个人我认识 他这是个行丁病 搞不好这次过来找个案 林女士 这个场子 也是你这个废物的 你一个破产的人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不是不是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今天第一件拍品是一把古剑 此剑不知道来 谁也无法拔出 请各位自行判断 起拍价三百万 五十万加价一次 三百万 李璇 你拍他干什么 那就是一把生锈的剑 你看他拍卖官的表情 连他自己都觉得那么破剑 根本不值这个价格呀 那是他们不识货 三百五十万 林北璇 只要你今天想要的东西 我一个不会让你 五百万 李璇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花五百万买这一把破剑 怎么看都不划算呀 我势在必得 五百万还不一定拍得到 五百五十万 一千万 李璇璇 你疯了 一千万买这么一把破剑 你要是家不起家 就别废话 一把破剑 只有你这个傻子 才花一千万去买 我不玩了 哈哈哈哈 袁绍 你该不会 提不起一千万 什么 想用我上套啊 我看 你是买不起 想让我给你接盘 我看你怎么套进去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慢着 两千万 我出两千万 我出两千万 怎么哪都有你 林北璇 你怕是不知道 这把保剑的价值 它沦落到你的手上 就是浪费 我劝你 还是别跟我争了 就你懂 你知不知道 自己有病啊 我天天练我 能有什么病 自以为是的毛病 得改 那你还是先 治治自己 说大话的毛病吧 两千万 你还要不要加价 不加价 这把保剑 就是我的了 我不加了 你连拍卖的规矩都不懂 你问问拍卖师 这两千万卖给你 还是一千万卖给我 龙正君 实在抱歉 按照拍卖行的要求 参加咱们拍卖会 需要走预审流程 报名 验姿 交保证金 这些手续 您都没有提前办理 所以您的加价是无效的 什么 我的报价不通过 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出价比一千万更高的 一千万三次 成交 恭喜您先生 林北璇 你花一千万买的 我花两千万 从你手里买 让你净赚一千万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应该算是天大的好事 不卖 林北璇 这把保剑 是我要送给刀神张忠元做贺礼 对我非常重要 你最好给我食食物一点 这把保剑 不是你一个凡夫俗子能拥有 它在刀神的手里 就是质宝 在你的手里 就是一块废铁 难得你还知道 这把刀的来历 林北璇 你在这里装什么大头 我看你怎么偷 这个一千万 你真看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林少爷 开店一千万 加上手续费 一共是一千一百六十万 交易一定完成 林 林北璇 你花一千万买这个破剑 他脑子还真是有病 不会是个神经病 龙将军 有人说这是一把破剑 你拔出来 让他们见识见识 果然 这把剑不是俗物 普天之下 恐怕只有刀神才能拔出来了 你拔不出来 只能说你菜 普天之下 只有刀神张忠元能拔得出来 我身后的这个哑巴 他有几分蛮力 他也能拔得出来 林北璇 你当这把宝剑是什么呢 有点蛮力就能拔出来 你可知道 我是战王境界的强者 这把宝剑依然纹丝不动 这个哑巴 怕是你们林家的仆人吧 一个小小的仆人 竟然想拔出这把宝剑 痴心妄想 哑巴 拔出来 亮起下他们的头颖 这这不可能 一个小小的突然 竟然能拔出刀神才拔出的宝剑 不可能 只能说明你头发长见识过 你没见过的事情还多了 一把剑而已 不可能 你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拔得出这把宝剑 你也可以 看 我真是个赝品 我就说嘛 如果是真的 你们两个 怎么可能拔出来 一把破剑而已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送你 反正到最后 也是送你 林北璇 你别想用这种方式 活得我的好感 我已经打听到了 张中元 马上入住汤城敌院 在我拜见刀神 我自然会见到真剑 林北璇 虽然你怎么刺狗是一 但是你被拔一样 后面的白铁 你也被拔一样 原来讲到也不难了 你连北璇都能讲到 我凭什么不能讲到 第二件开品 三百年份的肉丛容 双羊鼓肾的盛鸟 几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十万 一百万出万 一百万 两百万你干嘛 我出三百万 五百万 六百万 看来你人想要这个东西 那致死我绝对会让 七百万 八百万 你花八百万 买一个壮阳东西回家 你爹不会打死你吧 你管得着 老子有钱 一千万 我说过的 这次你别想拿走 你想的 一千一百万 袁绍 你是真虚啊 这么着急拿这个东西 但是我就是不想给你 一千五百万 两千万 林北璇 这东西老子要定 好啊 我这样 你怎么不加的 这个破东西 也就值个五百万 哪个傻子会拿两千万去买 再说 你拿得出两千万吗 你选你狂犯 袁先生请刷卡 我 我打电话 我说过 你们原价已经破产了 你闭嘴 两千万而已 我打个电话再想 你打多少东西 到底到这什么大人物 我们原价快要换成了 算拿个迷路的也行为 你还要换成了 你还要换成了 下面是整次叛卖会最后一键开机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期待了 值不加满 我也是今天采判了这键宝物 地刀龙其实是两种植物 它的头部是血淋枝 根部像一条龙 血淋枝在淋枝里面 已经算是奇品 更莫忘地刀龙还是奇品中的奇品 重要的是地刀龙的根部 地刀龙的根部是图笛树的根 图笛树是国家圣树 刀僧可以在图笛树下参加合照 也可能在图笛树下圆祭 得到刀僧在图笛树下圆祭以后 会产生射利子 而只有吸收了 高僧射利子的狐笛树根 才能叫地刀龙 今天它卖的这一对更是厉害 它不是虎空的狐笛树根 产生的地刀龙 而是一颗千年籍狐笛 地刀龙起开价 一千万 每次加价一百万 一千五百万 我今年来 就是帮着地刀龙来的 请各位代表 高台贵小徒 买我一个面 贵后 一定会送天安壶 一包感谢 两千万 再选 一万一生 不许再选 这是排卖贵 这样告诉你 如果能动手的话 他怎么就死了 你个狗屁大师 一千五百万 加一个货物 就想拿地刀龙 你现在故意找啥吗 吴二爷 今天我就服了 你这个恶人别念 我看谁敢动吴二爷一下 此前 柳家是金海捕神 柳一飞的家族 没想到 吴二爷背后 竟然是柳家 他们连死 我们这个连死 一直是哪里应该的 要不 我们还是走吧 这地刀龙 对于治疗你的脸有特效 我一定要拍到 我才拍到什么价 三千万 诸位 这地刀龙 给我柳家有大用 还希望大家给柳家点面 打着拍柳家 两千一百万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八千万 一个亿 你是谁 北京 你崩了 那可是柳家来说 你继续想想 我看你这是怎么回事 柳少 这小子不给柳家面子 柳少 这是人的事 还给我 原来你是不是你费 有一飞是我柳家的大小 但不是我堂起 你不会是被退婚了 故意来我清门柳家的吧 李北京 这东西 我柳家要定的 也不是好歹 下高所得 你可以出嫁 你可知道 跟我做对的下场 那你可知道 跟我做对的下场 那 李北玄 算我柳家欠你个人去 你不要再争了 李高 北玄 柳家的一个人情 挤得上十只地交龙 何况柳家 也不是我们能惹的体 我的脸不治了 你们走吧 巧了 我也需要地交龙治病 要不你们柳家 把地交龙让出来 就算我林北玄 欠你们柳家一个人情 如何 是啥 你李玄 是吧 一把 二言 恭喜领导 拍了地交龙 一把 怎么可能 听听谁打的 已经花年号打了 跟我们下家的贷款 有批准了 紫金花年号 给你们贷款了 袁绍 一定是你跟紫金花 银行打个招呼了 对不对 哼 啊 那是自然 袁绍 这么太感谢你了 小时宇宙 小时宇宙 哎袁绍 那你在青楼上 会有没有十人啊 他们前一阵子 扣拢着下载给建财 妈 青龙商会那帮人 分明就是敲烧勒索 贷款的事情 袁绍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 你就不要我那 青龙商会 请我们原家一个大人情 如果用这个人情 他们应该会把那批 借贷放出来 真的吗 袁绍你可太厉害了 连青龙商会 都欠袁家的人情了 如果袁绍 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 那就算了吧 袁绍 放心 好在我身上 袁绍 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一定会好给你 小子 居然有我低头的机会 快闯 你是不是杀了我们恶人骨的兄弟 昨天杀了27个 再加上今天你们5个 一共32个 找死 我杀 不用处理 我们过去 我过去 这手 难道他要往大会那天救我的恩人 来人 立刻展开地产室搜索 务必找到我的恩人 是 卑鄉 你这刚回来就让婷婷带你去吃饭好了吧 就当问你的结婚洗澡了 我凭什么要起这个残废吃饭 我不去 真是越来越不走事了 不去 以后别进我下家的门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定做 喂 小美妈 你先去十月份等我 我一会就等 我没说过就 他爱去不去 北权啊 听令啊 不等事 你别和他玩电视 有些事 聊开了就 什么 袁生帮你把贷款的问题解决了 还要出手去清雲商会 把建材帮你们下家要回来 哇 真的好羡慕你啊 不想谋戏 是下家的 结果什么忙都忙 如果不是我 日金花银行一分钱都不会带给你 哟 你家是开银行的 大可说放了 不说取消就取消 有看到自己什么国际 李伟选 原上莫斯大财产 不抵押 帮着下家 你竟然还在这说风凉话 下家这些年 这是白样 你怎么就确定 是原理周帮的吗 抵押合同我都看了 白纸喝一次 板上钉钉 我们有点这个 这杯红酒是那天光绍给你点的 光绍家财万贯 年少有为 可比你一个产费 还多了 这杯酒是光绍给你的机会 你帮我当什么辣 你帮我当什么辣 拿着那酒 离开 那酒我劝你 这酒不吃 吃啥酒 出去 你问你的就是 翻靠底座玩三体的准硬 但是你能从方向 身上得到的好处 可是是最劲 林美玄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 今天好歹是你的小姨子 就这么让人欺负吗 简直就是个缩头乌龟 今天这种费力 到之前我们必要 邀老师傅 一句词头 展美 我们走 两位您请留步 方少亲自出马 这次有好戏看 上次有个大学生 说金钱买不到他的尊严 最后还是收了卡 被方少玩了整整三天 我猜那女的 也就再撑十分钟 就该跟方少去开房去了 方少亲自来 就算你满意了吧 我的方言 真可怕 我跟你是杨少的分析 失去的最后我猜 软角 软了上帝 方放电容三会 方四早的儿子 你干什么 太怕了 太怕了 就你们两个一起 现在你们两个 给我跪下 还要我偷 你爹方四海 就是这么教你过人的吗 死穴子 看老今天 不爱你第三个都打断 既然你爹教不好你 那我替他教就 老公住手 哇 我跟他姐好事啊 想不到龙江记 你照片还好看 林北璇 怪不得上次聚集过我的帮忙 原来是跟夏家 还少关系 龙江军 他跟我们夏家 没有任何关系啊 说来也是 谁愿意跟一个 毫无斗志的人在一起 男儿道子强 应该争战沙场 建功立业才是 林北璇 你搞活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龙耀男 如果不是我 你不知道死多少次 懒人扶不上墙 原创收到马上就到 看着别人 原创再看看你 就不知道说大话 这辈子谁要是 踏上你这个窝囊费 解释倒了大门 原创 你不知道 我刚刚杀死我了 要不是龙江军 几时感动 我可以想你 啊 嗯 好了 林林 你放心 我现在就带你 去庆祝商会 去 嘿 废物 嘿 霓虫 你旗下的青龙商会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你培养出来的这些东西 简直是臭虫的不是 镇胜 青龙商会 方思海是我的干儿子 如果他冒犯到你 你随意踩死就行 你随意踩死就行 袁绍我们直接这张转上门 会不会太危险 以我们袁家跟方会长的那交情 我们到复 那是他的福气 你们什么人 带个山脏青龙方会 我是袁家袁立州 是你方会长的贵宾 我们是有预约的 我是陆家堂主 股仙班 这人 方会死在 现在可以进去 这文商会难道 还有比袁绍更贵的客人吗 哎 非常紧 方会长肯定给您留个话了 毕竟我们袁家跟方会长的交情飞起 有话就说 先就放 你们方会长欠我们袁家 一个好大的引擎 你若不信 现在别把袁绍回去去 好 是 袁绍 刚刚对得见 请 不认为了 没错 请 我天啊 做人什么来说啊 竟然让顾长大人亲自开门 会让他干净是黑浪大人 这样至少与黑浪大人别起品子 下家那批建材 来说放心啊 我会长人 我们做多小事 喂 喂 妈 青龙商务的建材 原商务的书面也不要 我就说了 原商比你美学那个废物 不知道瞧了多少倍 妈 我要去跟青龙商务的人交接了 我先挂了吗 我先挂了吗 都吃着 今天这事你干的不错 我也想方卫者面前 听明白 我每年你妈呀 一些 非法的话来说 这个人情 人家不逢 下家建权的事 既然 这个路上是不方便 就是新的 那咱们就 看我青龙商会是商会吗 他不是曝庙会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今天带来这赖两个酒 有一个是我喜欢的东西 让他留下来陪我一晚 没问题 没问题 小美跟我过来他 跟我出去搬点馅 你留下来 全力配合路程去搬出去 袁绍 您对我真好 几次都可以有你 路堂主 需要什么手续 您尽管说就行 请来 那就谢谢路堂主吧 路堂主 球都喝了 那麻烦您 让夏人 把夏天的精彩 伸回家 听说 夏天的女儿又是急 不知道 夏天就是 你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哈哈哈 郑堂主 会长会有贵回光临 将回后堂主的作品 坏心 大姐 你慢慢想说就终于要笑 快 好了慢点 你这种子非常可以听 你都不一样 啊 我们进入家外面来了什么鬼子啊 房间抽团呗 乖乖乖到处找房间 原来这也被收到门了啊 方少来了您的地盘可不能心意便宜他 哇 各位坦普 你们怎么都跪着 你意思 见了你的时候 快点快点跪下 你不是要收拾我 嗯来吧 你意思 来到你乡的听众商会给你披荡吗 还不快点跪下 没事 没事我愿不得再猜 我各位看人家 请您来来我怎么这样 请您赎罪 你赏全给你老婆我抵荡多谢 方会长 光天画日之下 强抢民女 该端何罪 断脚断脚 挺杜龙 爸 不要啊 您怎么这么一个儿子 算了 看在你兢兢业业 为青龙商会抛牢的奔上 我可以饶他二人不死 但是 活最难逃 李生 活着什么都能做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威 你再不放人 你们所有的人 都要死 不是 我就是在这下一个命运劲 这入青 哎 我这下一个命运劲 别碰不到 是誰啊 你好痛 你來救我吧 我好難受啊 我抱抱我 你小人走 李少我放下之後的一個主標 請依照他一條狗命吧 蠢貨連中古的都不知道 你死還不快謝謝李少的救命責任 恭喜李少 恭喜李少 你身上的毒只解了三成 如果你以後再敢違背做的 我會讓你死得更快 李少 以後你就是我們光眼了 再上去 李少 有新聞稍會 你連馬總是站 鄭仲元 我們去看看 這個混蛋要是敢亂來 我幫你死 袁少 我們為什麼都把婷婷送回家了 我是婷婷男朋友 難道我照顧他 你放心啊 當然放心 沒什麼事的話我就先走了 可惱 都差了 你說 那 看 那 把這個死狗給我拉出去 林葵璇 沒想到你是個卑鄙無恥 成人之味的小人 草米兒你怎麼了 我今天在天路上會 差點在路上來欺負 讓我跟袁紹救了我 還有 那個林葵璇成人之味 在救生 他還奪走我的金板 為什麼他不是一個林葵璇 這麼可惡 怎麼一叫 林葵璇 聽聽林葵璇不是這種人 這情侶一定有多誤會 怎麼不可能 我竟然看到霸了我衣服 我還能用到唐城 等你爸回來咱們跟他說 一定要把林葵璇這個出社趕出去 柳家出的命了 柳家跟我有什麼關係 死個人也跟我回報 當年柳家的大小姐 柳一輝是一顆的規約的 柳一輝家族 柳一輝的小孩不死了 她大肚子 本因為她是懷孕了 沒想到林葵璇的時候 就讓她為一條大肺虹 一方言出的地方一樣 個人骨愚膩 他們找死 家族門口有一位自稱大師 說可以治好大小姐的病 轟住 什麼大師小師的 都是神棍 想騙老子賢財 好大膽子 那如此是我吳家 原來是吳二爺 沒想到您親自登門 簡直是我柳家的容器呢 令我柳家彭必勝貴 來你喝酒 我今天來是你救的柳家之客人的 才是那個 所以我柳家 看我柳家 你 abilities 你們柳家最近 是不是怪事前發啊 最近我柳家 一定發生了一件怪事 那就你們柳家不在那裡 就是你 brand 現在滿宅殷祈 殷碎成achus 一年 你們柳家 互言 家破人亡 你們都快搶是 如果是說你到柳家的高人 讓你的諸生 我柳家 什麼時候都願意答應了 我既然來了 就不會做什麼 你若是有誠心 那我就看你 我出手 喂 你儘管只要我柳家 半道上刀山下河海 再說不止 我看你這麼有誠心 那我就看你 所以兩位相信 第一 不要你柳家 家 你看 好 答應你 我對柳家也不是好 好 那柳小姐不是我一人 我沒辦法 叫你這麼讚 我什麼條件 答應你 什麼同意 這老頭都多大年紀了 當我爺爺都不維護 可如果外人會出手 你柳家 讓你現在以後人命 你忍心看到柳家被滅了 爸 咱們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柳家那者的驚喊 除了高家 誰敢成敵啊 要情有情 要實力有實力 有什麼事情不能回家 何況 我更被遇到小混神 怎麼 也不足以偽生欲力 夠糟了好伴 喂 這是什麼 喂 你小媽 是她的 柳大小姐 前面柳家上上下下 老闆就被抓起了 你都做了 這補天之下 只有我們 豬家 能給你們 我們這家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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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挑選 鄭小薩這樣 Reg恕有補貨 發布選手 regime 但他們 temu người 瞧現在stalk 過了 abajo就取民 來脫 fuhr 我根本沒考生 不過三年以後 還沒有告過辦法 親子去求我二爺 柳家竟然發布懸賞 只要誰能解開柳家古的 柳家就把一萬的家產做一爆微 妈 你还记得林北璇身后的吗 林北璇的那个手下 说不定能把柳家的谷毒给解开 林北璇天天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是时候该让她回报我们下家了 相信我 我一定会吃好你的脸 现在只差三位药材 待会儿我去通宝员找 一定会找到 北璇 通宝员可不是轻易能捡漏的 就算能找到你想要的药材 价格也是高的离谱 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承受得起的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比如好好找个名医 把你的腿制一下 这样你也能出去工作 不至于天天在家陪着我 我妈和我妹妹又要听天说闲话了 他们敢 林北璇 你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现在就有一个 你给夏家处理的好机会 柳家发布了悬赏 只要你能解开柳家的孤独 夏家就能拿下柳家一半的家事 到时候 你也跟着沾光 是不是 我没空 我去处理 你们两个得好处 你这算盘 打得多好 林北璇 你别不死好歹 我已经给你报名了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现在什么事情 都没有给清城置点重要 哑巴 我们去通宝员 你还真以为你能把夏青春的脸治好 夏青春的脸都已经照成那样了 就算是最厉害的整容专家也没用 就凭你 我就是拿着手上看 是他自己碎的 你这分明就是小鹅人 就是 我妈就是把玩了一下 怎么就碎了 这可是宋代的清华词体座 少废话 没钱吧 五万 你们奉之前 我就跟你们说过 词系这种东西放桌子上 看就行了 别上手 我别上手 可你现在不听 我上手怎么了 你们卖东西的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我不上手我怎么买呀 你这破底都不管 你怎么去抢啊 五万块钱你都拿不出来啊 你过什么都我给你过 我看看 你买学 我说今天怎么讨贵子 原来是你这个家子 妈 你这不是这么好吗 给 是真品 放屁 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联手坑我吧 为什么吗 我说这品就是真品拿钱 那你说是真品 这钱你给吧 好啊 我给 还挺实相的啊 这钱可是你自己要给的 你跟我说没有办法是吗 然后两天 你会见到我身后 他们也绕着都懂吗 你真是个愿大头 你看人家都在说 他五万买就破烂 谁说这是破烂 这底座里面 另有乾坤 乾坤 你这卸了的底座 能有什么钱 我说是 顾上玄虚的人 我还是睡底座做完呢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底座里面有夹层 只是当年的技术比较好 现在的人 没办法打开而已 我谁弄个人 你给我远点 别动我 同行业 看这底座的厚度 不可能常有什么东西 这刚卖肯定是自己赔的钱 你自我安慰 快看你家伙干嘛呢 这就是传说中的 掌公贤婚十三世 天呐 你是唐老 唐老不是精彩肯定行为 会长得更轰动的老协位 能让唐老真心 这手法很有机构 你就是 你不是说老唐老吗 只有叫玄虹 精彩健保唐老敢说第二 他没敢说第一 说他哪里来 你什么 说也得 你说他是国外考虑留学会来的 你说三千年的木来 他他能分明 可谓是年少也回 你不管赌金啊 小小 你的东西 我怕 行 说得好 这小子就是华中取丑 毕竟那个掌中千坤十三首 那是谁说 他得演化了 好吧 我刚才还真以为是掌中千坤十三首 这磁盘底座 没有假算啊 这是一种古老的技术 叫做石包玉 除了掌中千坤十三首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 能从这磁器里面打出玉 小子 你这意思 你会是掌中千坤十三首 哈哈哈 哎呀小子 你真是一笑大方啊 你不要说张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可是唐老啊 你敢吹这么大的牛 怎么 你是想上天呢 我从小学习着古董健保 我敢说这底座中绝无其巧 我拿我二十年的兴业 还有荣誉 咱们打的这底座中 没有乾坤 别说是二主 以你的能力 就算是百年 你只不过是井底之蛙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掌中千坤十三首 这 唐老 难道他真的会掌中千坤十三首 千真万 这绝对是掌中千坤十三首 只有掌中千坤十三首 才能有这样的神乎奇迹 我见到了 我见到了 刚才干了什么呀 竟然堆着掌中千坤十三首的传人出面过去 帝王绿啊 这狱 透出的绿色和水色 决定是狱中的极品帝王绿 我们将帝王绿的光华眼 反正又不损伤帝王绿 这样的神话 皇室 只有皇室才能举这样的人才指望 精妙 太精妙 封存多年 未曾滚水 如此通透的玉牌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帝王玉牌 这是帝王玉牌 什么是帝王玉牌啊 帝王玉牌是跟随帝王一生的运 其中运寒 帝王之气 可改变携带者的运气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块应该是 史皇帝的贴身 史皇帝啊 那可是祖龙身份的玉牌 这上面每一道痕迹 都是祖龙打下的江山 这可是跟随帝王一生的玉牌 岂只用金钱能衡量 象征着祖龙一生荣光 这可不是一块简单的玉牌 上面有沙发之气 山河供养 若能佩戴在身上 那是山河越是放身 这绝不仅有天下无双的极品玉牌 岂能是金钱所能买到 前年我在苏富比开卖会上 就碰到一块玉牌 但他远不如这块玉牌 那还拍出了 一千多万天价 这一块帝王玉牌 无论是成色 还是印 都给苏富比开卖会里 好上多少倍保守不许至少三千万以上 林北玄 这块玉牌是我先发现 回去我会给你五万 你现在立刻马上 把玉牌给我 刚才我说过 这五万块和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听到了 娘娘 太不要娘了 能闯祸的时候 就记得甩锅 现在知道剪刀宝来 抢出来要东西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心 林北玄 你到底给不给 这块玉牌不管怎么说 举出我妈 就有他一块 我凭什么给 是你们给钱了 还是你们发现宝贝了 如果不是我的话 就算是你们给了五万块 也发现不了任何东西 林北神 你要本事 交把握把握就行了吧 你天天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不过这两小小的要求就不答应了 玉要是给了你们 只能招来杀身之货 什么林北神 不给就不给 你竟然还妥厚 走 站住 山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四来啊 把一牌留下 不然今天送你上西天 青铜上位 你没青铜上位的人 我是方思海 下来就够远 两年少数个大姐 您您就是方位着 连您又青铜了 我就是我 对不起对不起 把青铜小鼎留下来 你 滚 这这这这人是假的呀 厌品 来你给我你给我 好好好 林北神 我还有人要回来 你看看 妈妈妈的这什么样子了 不就是一块破玉 给阿姨游子 过人过来这么自私 破玉 那么几千万呢 我是人家什么人吗 人家留什么给我呀 别说给了 看看能胡让呀 林北神 一块把一块给我妈 我答应你 等下家生物专程之后 我们下家 会给你一千五百万 这玉 已经被人盯上了 如果在你们手里 很可能造来杀身者祸 你们要是想死 我不完成 就 林北神 干嘛你谢谢你们 你放心走 难不成就保护我了 现在这个世道 光天外之下 难道还有人 硬仗不成 林北神 我想给就直说 你 骗小孩呢 这玉 我是留给青铜 致脸用的 不可能给你 不过还有一件宝物 他比喻 价值更高 放心 他 比喻 更值钱 这拿这么酷的 这要酷的我们 真叫我傻呀 这一块做红岸 你说都没有 运财之前 真叫我都是傻子 你看这人在园上 我再看看你 下家养你这么多年 你也好歹 跟下家做出来奉献吧 照你的意思 袁绍给下家做了不少的工资 那你说说看 我算是因为 肯定一个 老买 你也要 那小花羽排 你没看多言 基金 未来 肯定 肯定 这 我 我 人家能够送回来吗 还有之前平静在一个先班的办公室里差点就被依靠 还不是人家元盛舍并相静 你呢 在哪儿啊 就是 你从来会成员之威 你还会做什么 成员之威 差点就被依靠 还不是人家元盛舍并相静 你呢 你会把我家的男人帮助 他不太没有带我回家 他才提携起发了我 要不是我去一眼 我又被人家从走到一个严慕了 这是真的吗 你要立刻马上 把这个白眼狼 干出夏家 对对对 立刻赶出去 雷霞 我给你解释的就是我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从今天开始 除了秦城以外 我和夏家恩断一绝 我们走 请问一下 林北璇在吗 我们找他有点事啊 林北璇已经走了 你带着 林北璇已经和我们下下 自己关系了 你们自己找去吧 我是古董协会的唐峰 我带着古董协会的元老 前来求见林小友 唐老 你们怎么亲自来了 这不 这几位老家伙 听说林小兄弟 逃到了一块帝王绿玉牌 愿意把我拉来 让我目的一下 这玉牌的风采 请问林小友在吗 唐大师 你们白白一趟了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林北璇掉前眼里了 对了一块玉牌 跟我们下家结恋了 那你知不知道 他具体什么时候回来 他死那死那是 跟我们下家 已经没有关系了 唐大师 林北璇自己发射的帝王绿玉牌 不说他拿这么个破铜烂铁糊弄我 他妈妈 你别提个破链了 林北璇 简直就是我们智商 就这破玩意儿 林北璇还好心说 他比帝王绿玉牌还值钱 我看送给人家人家 为了占帝 这青铜顶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周四 这是天子的青铜顶 而且是周天子的青铜顶 太贱汉了 传说中周天子青铜顶 你看那秀 多漂亮 没有几千年的历史产品 是什么时候这么好看的秀 你看这小剑大型 典型的周天子 一用的气息 还保存了这么玩意儿 那这破烂 不 这东西 真是个宝贝 这绝对是个大宝贝呀 其实这是宝贝啊 这堪称国宝级别的 帝王绿玉牌还宝贝呢 那是当然 帝王绿玉牌 虽说是始皇帝 但终归是 随身之物私人 但这青铜顶 是周天子 密集天下者 是朝廷的物品 所以这件周天子 利用青铜九龙底的价值 要高于帝王的玉牌之上 至少两倍之上 你把帝王做大的 艺术品 这是难得的艺术品 艺术品不能输起 只能说 完 多少 这是一根周天子 中铜九龙 我愿意说 四千万元 小春 你太亏了吧 这样的宝费 你才是四千万 最少一天就四千万吧 六千万 我出六千万 你们不要再给我争 就不要怪我不顾及 过年交情 交情 我跟你 现在记录 清天兰 应免 一千万 马上 关系 真的弄了 你再来 去 你 不 便 对 那 看到了吧 你一定是放款大贡 小婷婷我現在正式通討 下家的貸款層級不通過 小婷婷 請問你怎麼回事 你不是說 已經用原家的家產到底要了嗎 怎麼還是國國不遠 小婷婷你下家的店 你請問我信用商戶的工具 你們啊拿不出去 你堂主 青銅商會不是已經發言原家 把原家的建材送回來嗎 你問我 你這 這是江戶的家 原商 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不是說 資金換銀行的貸款你搞定了嗎 你不是說 青銅商會答應你 把原家的建材送回來嗎 好了前老 完了各位前輩 這個青銅品是臨北池的 所以我們各個賣 哎 老公那你不說什麼 林北池那個費用把東西給我們 就是我們下家的 凭什麼還給他 對呀 爸 這林北池就是撿漏而已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的價值 而且 我們家最近不是必須要錢嗎 對不對 現在知道的青銅品之前啊 想站位極右 你錢呢 你們怎麼對待北池呢 他那怕什麼 快點把北池找回來 他腿腳不方便 如果是他有什麼閃失 我拿你們失誤 好消息好消息 大小姐大小姐 您的丟命 讓人找到了 找到了 而且我們還發現了 農家總會的線索 不過 快點想問多 林北池一個廢物 都毀了我們家 一個暫時千萬的片子屏 可是你呢 這塊也好的代法被虛擾了 金融商會的建材沒有退回 今天必須都有一個交代 人生 到底怎麼回事啊 今天你會給我們獻來一個標本 以後你不要和平平來往了 十號一直說了 誰啊 誰啊 我是農家的管家福福 農家 農家的人來著 你找誰 我來找農家的福歸 這是 看起來就不凡 今天來參加要玩大會的 不是大大人 說不定是誰掉的 被收起了人家用了再說 農家族歸 你說的就是這個 找到了 終於找到了 我農家的族歸終於找到了 這個東西是你們丟的 那 有什麼事就跟我們關系 是 是 找個告黑 不過 恩公怎麼說 大小姐 恩公說你會有什麼事情都跟他 沒關係 他把你的族歸給扔了 他真的把族歸給丟掉了 這就對了 這就更對了 恩公救我的時候 也是不願意透露姓 如今我們貌然轉上門 他不願意承認 這就更說明了他不圖報恩的顯示風格 如果 你再上去一趟 告訴他 我們農家願為他 安前馬後 快去 這件事與我怪 又來的時候 恩公息怒 我們家小姐說了 請了農家族歸留在身上 以後你用的農 農家的地方儘管開口 農家萬死不辭 謝恩公成全 小的告訴 元少 你看你真是深藏不露 跟農家的人 他給你面子 元少 你總是被人家 這麼影響不到的情形 元少 外人家瞞得好苦啊 你和農家這麼深的交情 你怎麼不臭呢 我啊 這個音量和親信 我可太喜歡了 人家生了好 元少 以後你們元家 是我們堂家 只要多走走走 啊 哈哈哈 你和現在北巡洪過的怎麼樣 爸 你是老糊塗的嗎 現在 仪少 才是我們家家 可以迎靠的大叔 不管那個權盒的死伙伴 那也要把北巡洪走進來 快去打掉了 他去哪了 我們柳家 詐狐大難 學長幾日 無一人登門相助 我決定拿柳家一半家財 請吾二爺出手相助 柳家的古宏 必非無人能解 這位是王明 王大師很擅長 會給提下各種 夏家主 柳家主 這件事情就包吩 如果真實了 你只舉一馬 一千萬 拿些 王大師 如果 您真正能為我柳家破解蜘蛛 一千萬重金 雙手奉上 絕不及 哈哈哈 現在這是什麼樣的漂亮的小丑 都敢出來丟人現眼 我丑花放在前面 這不從全天下 除了我 無人能解 你們誰要是不信 就出來試試 我吳某 非單不阻攔 一旦成功 我還要立馬碰上 一千萬 既然話說到這個份上了 那我還真想試試 這個鱗叫金魂丹 專殺陰邪之士 鱗響 從 接運 這麼多年 我還沒有施過手 吳二爺 我胡說 吳家在京海 是四大奇門之一 不知你敢不敢挑戰 跟我切磋切磋 真是不知死 你拿個破領導來 你以為你來唱戲呢 哼 想跟我切磋 你先把補充解了再說 解不了 你今天休想走出京台 我所說 那我們就手底下見徵仗 公子 想牽一骨 他懂了 我聽了這樣骨頭 劉公子 不要緊張 所謂一物降一物 這個蟲骨也是一種生理 他現在正在沉睡 這個鈴鐺響 將其壞 從而 沒叫他拼出 公子 老闆長大 馬上就出來了 成功了 李飛 你找到王大師 這是我柳家立的大功了 柳家主 不用客氣 鬼公子的蟲骨 已經逼出 在休息一段時間 就可以痊癒了 我就說王大師出馬 肯定能解決 這可是虎蟲骨 連法師都不懂 真是不知死祸 王大師 你這是怎麼了 二爺 郭二爺 救我 王大師 王大師 你快想想辦法 現在骨蟲就和他們放不起來 這那怎麼辦 這怎麼辦 那 那怎麼辦 郭二爺 郭二爺 快把骨蟲從我肚子裡拿走啊 郭二爺他害死了 郭二爺出生了 郭二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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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郭二爺 你想要 郭二爺 一半章 Ball 我答應 三叔,你在說什麼? 柳一菲,你想死 但是我們不想死啊 我們柳家人 不能白白跟著你 送葬啊 我答應 就是,你怎麼不去陪那個老東西? 好啊 都不做出來 除了吳二爺 誰也解決不了柳家種的蛊蟲 我要提了任何條件 咱們都必須答應 誰說吳二爺能解決這條蛊蟲? 誰說吳二爺能解決這條蛊蟲? 你個瘸子 拿著你這樣去,就算追我了 你唯老不尊,趁人之威 幾十年的飯吃到狗肚子 你個大 我要你長腿 你才是 他們的行人的滋味 出言不虛 長腿 你是什麼人 我也是我柳家人的貴客 這可到我柳家人去修 李家中,你哭了 這位是林家的少主,林北川 原來是幫你 幸福也幸福,林家 你是說 是林村這一定命名的林家 林家早已做過 現在當年林家 林北川 林北川 打你走 打了我還想走 拼門 吳二爺 林北川 是故人之寇 曾經的小民有過婚約 還請吳二爺 您剛才會上 我說那小子這時候突然找死 原來是來英雄救美的 我以林北川當年 我跟他 沒有關係 好 行 我讓長腸 就從在肚子裡 握成車子 陳圖 春頭 你這樣 喊什麼 知不知道 既然你換不出你的 那我幫你 你 既然你換不出你的古蟲 那我帮你 你是什么人 我 我在这 这蛊虫 是不是我精神养而寄死你 就乱去你找 恶人骨鱼孽 没听过北镇斯的名号吗 北镇斯 你是北镇斯 北镇斯 早就被我们恶人骨灭眉了 哪无声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你都是我中下的 我要人死了 回路家 到我去披萨 什么 万一 将西北镇把我弄住去了 我要杀了你 说的没错 先解毒 你们身上的毒不解 他死了 骨虫一旦苏醒 你们就无法控制 到最后 被反射而死 不能让这老公记得 现在他们把我体内 你们的毒我能解决 林美玄 你蠢什么呢 我小妈 你被蛊虫害死了 我柳家的身家性命 怎么可能压在 一个精神病的身上 爹 林美玄的话不可信 他是定人病院刚出来的 总是喜欢 说一些胡话 如果不是我压制的 乌尔爷 你们柳家 早就没命了 你和乌尔爷有什么区别 不还是放不下我 定住我的美貌 想以此来要挟我 让我完成 你和林家的婚约吗 林美玄 我警告你 不要有这种非分之想 你林美玄 他也不上 上一个这么提傲不去的 小语 他现在已经乖乖地当丫鬟 快个比你乖多 林美玄 你真是吹牛不用打草吧 小语他已经如常所愿 拜神伊丽丝真为师 现在正在药王谷 全心学医 你竟然说 他在可以当丫鬟 真是笑 你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这样不就真相大白了 你还真是愚蠢 好你个林美玄 不但吹牛还阴险脚诈 你明知小语现在入了药王谷 断绝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 正在我现在联系不上 又在胡说八道 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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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再也不 不要被武从折磨了 柳家家主柳亦 感谢林少 不计前嫌 敬运之恩 被舍命相冒 分不下去 让厨房赶快准备 设宴款待林少 柳亦飞 现在你还说我吹牛吗 真没想到 林少还是被高人 高人 他就是个神经病而已 不得无语 为什么有林少 我们柳家现在已经被 那个姓屋的王八蛋害死了 看林美玄还不是为了 我柳家的一半出手 想想也可以理解 有了我柳家的一半家 你也不必再被人 成为落魄少爷 说不定还有一丝机会 真是 柳亦飞 你死到临头 还不止会 爸 你看他还威胁我 柳家马上就要破产了 一个破产的家族 我有什么可惦记的 柳家就要破产了 他不知道什么 我们柳家是精海手 就算把柳家一半家产 柳家人是一方八 就等着吧 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 我保证 你会后 姐 您这笑话 我柳亦飞被以为精海小女生 你一个神机病 大哥 当时说好了 把柳家的一半家产 作为学生 我可没同意啊 我那一半 你可不能动啊 就是啊 大哥 我们那一份 不能给出去 这个董事 你也没得到一般见识 还请您稍后 如果不是看在柳家家主的面子上 我才懒得管你们那些破事 林北璇 你装模作样 叫我谁呢 你的那个私务基金 马上就要崩跑了 如果在你投资 五十个亿的时候撤出来 一分钱都不会损失 就算是五分钟钱 也能保住你两三成的自己 可现在 一切都来不及 林北璇 你少在这里为人耸评了 这个私务基金 是我精子投资的重点项 幕后老板的郭俊杰 吃根吃鸡 人家可是海洛豪尔记的金鸣 家产丰厚 操盘业丰厚 不仅我的钱投了进去 柳家上下 所有人都会忍住了 你资金也良好 你跟我说他会抱我这一句 开什么玩笑 你一个神经病 你可能我才从此 你懂我 待会儿私募基金崩盘 只能怪你自以为是 执迷不悟 你简直是像我 说的跟真的 哪有 那个私募基金的老板 那个王八蛋 什么 私募基金真的爆雷了 什么 私募基金真的爆雷啦 那个余异 哎我可是北大學統治的 誰出了事你再賠我錢 資金打開屏屏看看 警方一定在手裡把武功報名 現在不是 完了完了 一切全完了 一菲 發生什麼事了 啊 完了 柳家完了 一切都完了 林少 請林少 救我們柳家 林美人 你真的有什麼辦法 只要你能救柳家 我 我什麼都答應你 你現在找我 我能有什麼辦法 但凡你剛才挖苦我的時間 去把資金撤出來 也還有救 但是現在 只能怪你自以為是浪費了時間 柳一菲 你自稱自己是小補身 卻把所有的雞蛋放到一個筐子 這種低級又幼稚的騙局 你都識破不了 你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 你誇懷其他 說自己是人上 我們走 對 不管你什麼辦法 一定要想辦法 讓林少原諒你 現在 只有林少 救我們柳家了 他 他就是個神經病啊 事到如今 你還以為他只是一個神經病嗎 你好好想想吧 說得沒錯 自己沒事 簡直 允不可及 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郭俊傑 你 幹點什麼不死 非要詐騙 不知道自己人不騙死人嗎 拉進去 關五十年 看 看 死到林頭上 你知道 這個事情做得如此隱蔽 我們怎麼剛要跑路 就被你給抓了呀 小子 天底下還沒有什麼事 能瞞著我北正司 北正司 你是北正司的鎮守大人 我就犯這麼點小事 怎麼犯得上北正司來抓我 走 十孫 弟子打通到隔壁的航程 出現了一株八寶雪蓮 請問十孫是不是前往航程 立刻安排轉機 去航程